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睇五间总结 我是林子彤 现在先跟大家跟进 内地和保安股市中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方面 上证织合指数中收市升37点 中收报3640点 深证成分指数中收市升295点 中收报15920 今天应该是优势 A股 看看港股 港股半日升到512点 中收报29988点 国企指数升204点 中收报11807点 大市半日成交988亿多 这个关节是Samuel和我们谈谈 你好 先讲讲大市恒指 半日都有差不多1000亿 明天只剩下半日市 新年假期前 走势 只剩下半天 今天没有北水 都有差不多1000亿的成交 明天都可以高收度 明天 你说势头上 起码都可以保存在整个上升轨道 但是明天会不会轻轻补一补 今天的上升烈口 那就比较难说 只要现在资金主导市 而且在一些基本因素上 未有太大的改变 你说不排除 暂时一日升一日跌的情况 都不出奇 但只要你说整体恒指 都守得住整个中期的上升轨道 那就不需要太担心 过去那几天都提过 因应整个假期的关系 成交量方面 没有了北水 一来都会叫做缩了 所以你说其实少少钱 都已经叫做可以推动 行指走得比较多 你看到今天半日市 暂时 下午收到回来九百多亿成交 都已经叫做足够推行指 推动五百多点 所以你会见到 今天出了个上升烈口 出到来 你说不排除明天 回一回来都不出奇 但是只要整段的时间 你说二十天线这个位置 二万九千三至二万九千一 左右这些水平 不是叫做有个很明显的跌穿 基本上都仍然是叫做 可以维持到上升的动力 而且RSI方面 没有什么一些太大的背驰 仍然叫做可以的具体上 始终你说美股 往三大指数 都要保持在盘中里面 破顶的 行指距离 他们之前的历史高位 三万三左右 仍然还有十个percent的距离 所以你说一路以来 市场的气氛比较乐观之下 要追落后的话 行指其实仍然也叫做 有个很大的条件 所以再加上 那些钱仍然是叫做 追回一些早前 北水 涌入来买的一杂浦团股 譬如好像你说 港交所 腾讯 和你说 3690美团 这一杂的股份仍然 持住是强势 是否定 整体都仍然是叫做 有条件 拉回行指上去 只不过是视乎 你说 假期前 还是假期后 只要你说 这一段时间 不是叫做 有些很恶化的 因素出现 例如 一些政治的因素 之前你说 都说到 拜登 可能的语气 对于中国来说 近期算是 比较强硬一点 只要只看一些基本因素 例如业绩期来说 业绩期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爆雷事件 整体我觉得 恒指 或者你说大使的气氛 仍然是保持着乐观的 科技指数也是继续拉升 看到很多的 科技股 腾讯 美团 网易 金碟等等 很多都创造了历史新高 讲讲 腾讯先 也是今天 贡献大使的升幅 的功臣 经营 prophets 在家里的 sparrow 股市场上鹅 不少 在大展规者上鹅 叫做贡献大使 将大展规者 去把市场谷划 去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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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是很固定的 还有 有些人 西区 也有 如果 在市场谷刈 面對 很多 都是 提供 其實美股正在升的全部都是一些的雲業舞 或者SaaS股 還有一些遊戲股 近期在香港這個市場 都是叫做炒得比較誇張一點 例如我見到一些心動公司等等 這一堆的手油股 都已經是叫做 連網易那一堆的遊戲股 都是叫做一起炒上去 變成剛好騰訊 那麼多份的業務都叫做吃得應的話 至不然都仍然算是叫做 即使叫做貴或者叫做比較大隻 也好 仍然叫做有一點的吸引力在 而且那些巷近期出的一些Saleside Report 主要是說他們的基本因素上 其實就沒有一些太大的改變 主要是他們的經營策略 開始叫做有一點的轉變 比如就說到 你說幾家巷都叫做出了份報告 是說他們因應 你說競爭的市場 那個競爭不斷地擴大 比如就好像你說B站 或者你說其他科網的龍頭 開始叫做搶著 你說一些遊戲的市場 對於他們自己手油方面的板塊 開始叫做造成一些壓力 變成騰訊剛剛就開始 有機會做一個遊戲業務的重組 開始將一些R&D Focus回去漫畫 手油 那些主要受到年輕人歡迎的業務 變成暫時 上一輪的時間 騰訊的股價暫時就叫做 上一輪就叫做炒炒這些支付 或者你說SAS 即是說一些支付平台 或者你說一些微信商店等等 這些因素 但是你說去到現在的經濟 或者你說接下來的GDP 開始叫做企穩 大家又開始叫做慢慢炒炒一些遊戲的板塊 所以暫時你說花旗 比如說花旗 今天份報告說 對於騰訊 開始叫做將整個遊戲發行的領域 開始叫做調整的話 有機會可以在自治超動 或者你說在B站方面的那些渠道那裏 增加他們的競爭性 那這樣東西 是不是真的叫做實質的效益呢 可以叫做看回他們一些 每月流水的公佈量 但是暫時來看的話 在渠道數時看 他們今次一月份的下載量 或者活躍玩家的容量 仍然算是比較強點 大家對於他們 他們在接下來三月份 準備叫做出業績 剛剛你說第四季這一段的時間 大家對於他們手遊的預期 都算是叫做幾高的 按年都會繼續升 差不多四成多 所以在市場的氣氛算是比較樂觀 或者你說市倉近三萬點的時候 都相對來說 比到比較高一點的估值 變成你說現階段來說 起碼暫時下一步的位置 都是叫做800元的整數 好 麻煩Samuel這麼詳細的分析 分析一下 有沒有持有上述投票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好 麻煩Samuel這麼詳細的分析 待會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再見